除了求财 想求事业跟买房子 也可以拜拜 我们这边问一下林志作 你也求过神明 让你顺利买到好房 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 全球金融风暴 那时候我原本在电视台里面 当监制都好好的 一夕之间也风云变色 就被资钱 那我们后面就出来 一定要自己开公司 那我那时候办公室住在内湖 一个月大概两万五 不好经营 但慢慢有起色的时候 屋主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 我的办公室已经卖掉了 所以以后没办法住给我了 对 然后我听到也是晴天霹雳 一时你都会不知所措 这很烦人 没错 那时候我就想到 淡水那边有一间最小的大庙 因为他们拜玉皇大帝 玉皇大天尊 我就想说 那我赶快去请教一下 是 那么住持是一位九十岁的阿嬷 侯妈 我们就听她乙妈 侯妈这样子 她就跟我转达说 上天主要安排 我回办公大楼的时候 本来我都没在看公告 这时我看到大楼有贴一个公告 他要马租 要马寿 我这一次提了一个售 办公室 然后格局平素跟我原本租的一模一样 底下屋主电话 我马上打过去 屋主说 原来就是你就是买出去 那个屋主 他说我知道你那间买到白 他也知道价格 那我们就相约说 不然我们要见面聊 那么卖房子的一定想要卖高 买房子要买低 隔天我赶快又到 这个玉皇大天尊那边去拜拜 又去找这九十几岁的阿嬷 对 找九十几岁的阿嬷 这时候九十几岁的阿嬷 转达玉皇大天尊的意思跟我讲说 你把开多少 六百八已经卖了 你把开五百八 还会教你开价钱 哇 这太爽了 我也要去 真的 五百八 那我想哇 这样子 但是差距有点大 几天之后破面 我硬着头皮 我就跟他讲 我价格五百八 他说差那么多 有点没礼貌 这个屋主讲出来 他觉得OK 但是他说 好 讲了一堆 他还讲他什么 买房子的丰功伟业干苦谈 后面他说这样 我降五十万 六百八变六百三 问我 我说我只有五百八 你还死咬五百八 对 如果这样一口价 六百 不然大家做朋友就好 在这个关键的一刻 这个关键 会牵的举手 大家都牵了 我们问林志作 阿嬷跟他讲说 玉皇天真 叫他开五百八 现在是五百八跟六百 对 差二十 你 你 签不签 签不签 我跟你讲 大家都很棒 我那时候本来要守住 后面我想说应该没有信 我就说 好 我签 六百八 六百万成交 才过了不到十天 我少了八十万 另外一个 就等于说呢 这个办公室我们就六年后了 然后隔壁的那间要卖了 我想说隔壁买起来两间打通 这样空间比较大 是 不过以前六百万现在已经到九百七了 那这种单位 什么都好就是很硬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人在新北市的石门 我刚好在拜四面佛 然后我就请教第二面的管材的四面佛 我说四面佛祖 那么现在有这个房子 请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缘 有碑 有缘 那我就直接问 那请问四面佛祖愿不愿意帮我买这一间房子 愿意 好 那接下来就要问说 那要杀多少 然后这一次我就不敢从那个太低 我从九百开始拔 没碑 一 二 三 九百 三 没有 九百五 三个碑了 九百七的九百五 拔出三个碑了 对 因为它单位不一样 回去我就填了那个资料 就给它送出去 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那那时候快要过年了 那我想应该就没机会了 就在公司大扫除那一天 承办人打给我说 恭喜林先生你们买到了 他说这个过年在做账的时候 上面只是杂末要漂亮一点 所以成交希望再多一间 就刚好补了我那一间 所以九百七变九百 我就硬生生少了二十 因为这种单位不太好砍 那么四面佛我们都有听到 你去许愿是不是要还愿 是 一定要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四面佛帮我少了二十万 那我就拨了两万的还愿金了 谢谢四面佛帮我找到 这么一间平价的办公室 是 真的说不定 有缘就买得到 是 这边问一下爱飞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2022年房产运大爆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由上榜的朋友提前恭喜你 今年一定可以买房子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是牡羊座的朋友 那么2022年房产运大爆发 是哪一个部分呢 是买房子来抗通膨 来抗跌 是多多益善 对于这个买房子抗跌 或者抗通膨 因为最近就是物价都比较高 那么大家都喜欢 在一些比较优质的 这些房产标的 那么对于牡羊座朋友来讲 比较不擅长做其他的投资 买房子对你来讲 反而是一件好事 而且是多多益善 那我们再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根上升星座 房产运大爆发 我们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林智座 太阳星座是金牛座 那么金牛座2022年 又可以买房子 是怎么样的一个买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业务增加 而且是要买办公室 那么对于金牛座的朋友来讲 你在2022年买房子 倒不是为了自己自住用 反而是因为你觉得是说 可能有办公室的需求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要筹足一些网路的一些工作 那么需要有一些新的办公室 或新的厂房 为了未来的办公室 或者是工作的需要 而添购一个新的这个房屋物件 那么对金牛座朋友来讲 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 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办公空间 那么这个部分呢 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么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射手座的朋友 那么也要恭喜你 你在2022年呢 也是房产运大爆发 那么是适合制产 而且呢是买到好房子 就代表是说 你可能会有一些住宅的需要 比如说小屋换大房 或者是说你原来是住一个两人的套房 你现在要买三房 那么整体来讲呢 你在买房子上面呢 你能够选到适合你的这个住宅需要的 或者是小孩子就学需要的 或者是距离办公室 也比较近的这个房子 所以呢有上榜的朋友 母羊座 金牛座 还有射手座的朋友呢 都是在2022年适合买房子 而且呢房产运大爆发 给你做参考 来来来 接下来我们风水大师陈冠言老师 哪些良好的风水格局 可以让何家的财运大旺 要买房 要租房 要先看你这一栋大楼的外观怎么样 对 就邻居这一栋大楼 大家都是顺顺利利的 都赚钱 所以可以让我们何家财运大旺的良好风水格局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时候 宰屋外观的顶楼 怎么看 从房子的顶楼 注意房子的顶楼的部分 这个贵人提升的造型 从这个房子来看 你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只有一二三四 只有五楼 那五楼你看它有没有 这个房子上面又多了一个 加了一个造型出来变六楼 你看起来外观看起来是六楼 其实它是五楼的高度 那这个就你把这个房子 看为一个人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一个人戴了一个帽子 官帽 这个官帽就是圆外帽 所以你这圆外帽戴的时候 这一栋的气就像圆外一样 所以你不赚钱 住到进京来之后 自然而然你就会赚钱了 因为圆外就很会打理它的财富 所以它这个地方 就加出来这一点 把房子提升了 这个房子气的能量本来就要低 但是把它上面屋顶 它做一个造型出来 把六五楼变六楼高的时候 你看房子整个气室出来 气就出来 那这个出来 你住在里面 你出去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 本来你没有自信 你住在这种房子 自然你就会产生一种自信 当只有这种自信出去 你跟人家谈事情 你自然就很大胆地去做 大胆地投资 大胆地做自然就会赚钱 全家人坐在这边 财富都会大旺 所以杨宰的外观 定楼加出来 突出来 有一个好的能量 就可以带给全家人赚大钱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的是 宰屋青龙白虎 很协调的代印格局 你看这个房子 旁边你看 龙虎青龙白虎就是什么 这边它的房子是不会外突 比这一件柳内收 这个突出来 白虎右边也突出来 那代印在哪里 这刚好那个 结印的出口在这里 这就像一个印章 对 所以一个印章在前面的时候 就代表权威 代表它的能量 它最主要 它就青龙白虎两边 太师已坐得稳稳 太师坐得稳稳 钱财都包进来 水流就往这边拉进来 所以这个气进来之后 前面又有这个印 就是地下捷印出口出来 如果你住在这一棟是住家 我们讲住家 如果我的住家 住在这里面的某一户 不管它是如何 这一棟改成住家 你住在这里面 你想想我这个家 我加了权力 全面就有印章 再大印章 你就像你是一个老板 你就是一个权力 一个领导 所以当然就可以造就 我们住在这里面 全家的住经理 一直在灌输一种 很好的就充电 充到很好的财气的能量之后 我们出外就能赚钱 我如果能够常常到一个旺的地方 去接气 去采一采 去到那个地方 你能静下来 你至少也会帮助你在充电 所以说当我闲来没事的时候 我在这些百合公司 在外面这里 可以在这边坐一坐 光百合公司也不要钱 这边坐一坐 再去那边坐纳气 吸纳这一股能量 人家在特卖会 我们去那边纳气 对 你就在外面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在这个小岸冷静一下 这边想一想 我该怎么做投资 那种思考 这种能量就可以帮助我们 这种智慧的开启 自然而来 我们就可以赚到大钱 自然而来帮助全家能够 采气大旺 请给各位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